如何处理婆媳关系?怜依晨静说婆婆像少女,原来是因为。难怪她能这么幸福。 婆媳关系是指在一家中婆婆和媳妇的关系。 婆媳关系是一种比较特殊,比较难处理的人际关系,一般都比较容易失调,因此在相处中需要注意很多问题。 婆媳关系的协调方法有很多中,来看看女星林依晨结婚两年多了,日前参加节目被问及如何处理婆媳关系。 她表示自己的婆婆的个性就像少女,两人相处就像同学一般,让许多人听了羡慕不已。 有著林妇品女神称号的林依晨,结婚以来工作,家庭两头烧,即使排喜到凌晨才回家,但隔天依然一早六点半向公婆到早安,让她被封为最强媳妇。 林依晨说,自己和婆婆平时的话题,就是聊书,电影,邻居和狗狗,看来同在屋檐下的两人,的却宛如同学般有著许多共同话题。 回忆起林依晨和老公的缘分,她笑说,多亏捷运的帮忙,才有了第一次牵手,原来是当时她一个没站稳,一时慌乱就主动拉了南方的手,听起来还真是偶像剧剧情啊。 许多媳妇都懂,有时候太常回娘家,也很怕被婆嫁说话。嫁为人妇后,回娘家恐怕也只能久久一次,也难怪林依晨被这句话融化了。 不过,林依晨也坦言,两人因工作关系,可以说是一段远距离的婚姻,没有常常见面,都是隔了两个月后才相聚,这应该也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。 但是,能遇上这么好的婆婆,和能彼此包容,体谅的老公,再加上林依晨本身就很懂事的个性,也难怪她的婚姻能这么幸福了。 参考来源